娱乐情报站 创造101 我们是乐华娱乐的YS Girls 到今年的乙团之名和青春游泥 但凡乐华娱乐出现的地方 都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 乐华 乐华来了 乐华就是头是那种 有一点仰望的目光 青衣色的大长腿 特别兴趣的小伙子 他们是天选之子 乐华娱乐 乐华也更是用实力说话 业务能力和颜值都是妥妥的 现在大家可补一下乐华 曾经的光辉历史 乐华娱乐成立于2009年 老总教杜华 2010年就抢到了当年归国的 Super Junior韩庚这样的流量 而展露头角 再来说说乐华的第一男团 2014年推出由三名中国成员 两名韩国成员组成的UNIC 在中国与韩国同时进行活动 于是凭借一首EOEO拿过多个奖项 有了男团 怎么能少得了女团呢 2016年 乐华与韩国Starship 联合推出了十三人组合 宇宙少女 其中三名中国成员 分别是程霄 以及现在大伙的孟美琪和吴轩仪 但是这几年 无论是UNIC 还是宇宙少女 人气其实都不咋地 所以呢 乐华 抽准了机会 把握了机遇 不仅有恋的导师 派出了程霄来担任 出道九人团里 乐华就占了三个席位 而创造101中 导师是乐华的王一博之外 孟美琪吴轩仪 还分别摘得了冠亚军的宝座 以团之名排除了周一轩 带领班级成员新风暴冠军出道 还有青春幽女的李文汉 也是人气Top1的选手 稳坐C位 巨石一团湖 伞是满天C啊 不仅如此 乐华也更是凭借优质的练习生资源 成功在韩国各大热门选秀节目中 混足联熟 在去年六月播出的韩国综艺选秀节目 Potius48周 练习生王一仁就以为出众的外貌 而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 成为内部票选颜值No.1的选手 但是无缘出道 不过乐华当然不肯放过这么一个诱人的小伯伯 今年马上推出六人新女团Everglow 由王一仁和五名韩国成员组成 而另一位韩国练习生崔依娜 也是凭借全能的实力 成功占据了Potius48的出道位 然而孩子都是好孩子 华却不是一个好华 粉丝表示 公关能力和宣发都一言难尽不说 大概是有心探在认真音乐吧 15年在北电的门口 我在议考 然后当时是很慌张地把我叫住了 然后说能不能麻烦把手机跟我说一声 我们是愉害娱乐的 我们不是骗子 然后还跟我讲这个 就有一次我在我们商场里面逛街 然后这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人 就像那种塞小纸片的 都在给我塞了张名片说 想当明星吗 然后在很多人 商场里面很多人 然后唯一一个人不多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厕所 然后我们当时在厕所门口 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厕所里走开的路人那个样子 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当时会好几个喊我 一年前他问我说什么 我说啊 我说我之后有个比赛 等我比赛完了再说 一直追着 一直追着 然后后来就正好 大学你知道 就肯定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正好他们的时候找我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跟他说试试看 叫他去坐飞机来上 你知道我有多相信我们公司吗 他当时跟我说 说跟我直接面试完 他说我合约带了 然后我说 那我现在就签 他说你不要问你帮忙吗 我说不用 然后直接就签 盘点月华这些年的秘质操作 还真是 首先UNIKE出道的时候 中国并没有像现在的一个男团市场 结果献含了一出 月华直接整团放弃 然后散养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UNIKE都消失了大众视野 杜华女士曾经夸下海口 我拿一亿跟你们赌 输了退出娱乐圈 好大的口气 夫人 UNIKE的王一博倒还好 一直在天前向上担任主持 创意又被华派去担任导师 成了一大部分 人气明显高于队内其他成员 而同时选秀节目的青春UNIKE 又派去UNIKE的李文汉 来一个人小李拉二胡 我们是来自乐化娱乐的训练生 小李拉二胡 我是小李 我在队内负责的是队长 还有主唱 我是二胡中的胡承阳 我是二胡中的胡文轩 当然了 一团之名也不能放过 派出UNIKE的周一轩 去一乃七 我们的小组是 One Center UNIKE的韩国成员曹成岩 也参加了Produce 101的第四季 一个组合被拆下了不说 成员咋还一边是受人尊敬的导师 那另一边是亚历山大的选手呢 亚历是喜马拉雅山大 同样的秘质操作 还有组合宇宙少女 同一组合的承销担任偶练导师 而孟美琪和吴轩怡却作为创意选手去参赛 更觉得是 月华把自己公司的人送来参加节目 新团成功出道以后 又放不下原来的组合 硬是要搞一个两团并行 因为不肯放手 吴轩怡 孟美琪原组合宇宙少女的活动 和不满腾讯的利益分配 联合麦瑞娱乐硬是闹出一场解约大戏 然而华不仅没有达到目的 给自家艺人招黑不说 还被网友群嘲吃相难看 另一边 从偶像力气声出道的月华铁三角 范成正 Justin 朱正廷 作为Napson成员 也同时与月华妻子Ness出道 真是铁打的爱豆流水的通告啊 赚钱同时也要考虑孩子们的身体嘛 粉丝好不容易等到月华妻子发了张专辑 本来是件好事 然而月华妻子的MV需要400万元 加买歌解锁才能拍摄 也就是说 任意一个成员的粉丝 一首歌需要买满227万销量 这个成员才能获得拍摄MV的特权 算一下账 一首歌买两块钱 也就是说 要拿粉丝花的454万 再去拍个MV给粉丝看 而且月华妻子的所有歌都不能免费试听 要听只能花钱 虽然销量一片大好 都是粉丝圈地自谋 根本出不了圈呀 真当粉丝是ATM取款机呀 钱都是大风吹来的吧 但是啊 月华过起了心情流量的半壁江山 粉丝也是又喜又恨 谁叫自己终于的偶像 都是月华的呢 好啦 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呀 也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跟我们的视频点个赞哦 也请点击订阅按钮 来关注我们更多的节目 娱乐情报站下一期与你不见不散哟 拜拜